新人类羊生意时,昆达里尼,捉火,的灵性意义。 2019年1月17日,云南大理开悟者Yachuk物质可以看作是凝固的能量,而能量在本质上是新的表现能力。 担心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处于持续的撤离状态,但又没有陷入自身梦境,新对能量层面的专注才会获得成功。 而这种专注引起了昆达里尼的共振效应。 昆达里尼也是一种精神力的象征,两条相互缠绕的蛇就像DNA的螺旋形态,表达出进化所需的两种相反力量。 当一个人经历过生活经验的种种即兴考核,并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, 他就准备好了向更高的精神世界进化,昆达里尼就会苏醒过来引领他从最低处向最高处寻求统一。 生活往往是最好的老师,身受即兴摇摆的心难以超越自身惯性。 这时心就会被迫去寻找一种精微的控制力,来平衡其被拘禁在物质浊介中的困境。 灵性渴望是心的精微形式,它需要有更高的频率来共振它,而不是心在物质浊介的那种欲望表现,完全是心的浊性习惯。 这种灵性渴望导致心向更高的存在状态认同,这时心灵的潜力就会展示出来。 心需要变成更精微的,精微会带来灵感,但难以持久。 精微最大的成功是表达卫心的纯度,在心灵的精微形式里面,纯度是所想即所得。 这种心的精微形式依靠的是持续的专注和较高的能量状态。 达到较高的能量状态,心自动认同位那个能量,并以能量的形式来控制心的灼性习惯。 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,控制了心的灼性,比如它的喜怒哀乐、爱厄欲等等形式,身体也会慢慢蜕变成一种精微的能量形式。 控制是无法用相反的方式来达到的,它只能依赖心变成精微的能量状态。 在秘法里面,昆达里尼的唤醒是一个必修的课程,没有昆达里尼一个人的灵性潜力会非常有限,而且也无法快速清净业力和达到证悟的目的。 灵性潜力是一个人需要花好机事才能准备好的资量,只有在一个名师引领下才可能缩短这个时间。 看一个人的灵性积累程度,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心灵的成熟,平衡能力,灵性的正确理解。 唯有这样它才可能通过较高阶段的入门测试。 灵性准备就好比一场马拉松,刚开始是慢速的前进,要找好自己的节奏感。 其目的主要是观察自身的行为习惯,培养毅力和耐性。 到了中间部分,身体和心灵都指向一个状态,那就是知保留心的专注对象,而避免任何分心的事物。 这个阶段,沉浮和恩典就很必要,这会让人有勇气坚持下去。 快接近目标的时候,需要一股作气,使出所有力量,加速冲刺来完成全程。 对阳升而言,最后阶段就好比冲刺,需要借助昆达里尼的助推力才能进入较高能量状态。 昆达里尼唤醒式加速净化和建立光体的必要, 昆达里尼的唤醒会激活很多内在潜藏的阴暗面,小我意识,恐惧,顽固业力。 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冲刺,他无法停下来,稍微停下来问题就会把人压倒。 就像在长跑当中,突然停下来就会被后面低人撞上。 在开悟的过程当中,昆达里尼扮演的是帮助开启中脉,将能量导入中脉,形成身体内外的无限循环效应,以保证物质和灵性,心灵和头脑,情感和理性相互统一和谐。 这种平衡关系建立以后,身体感官就可以得到有意识控制,特别是思想状态,这就为意识进入更精微的领域探索提供方便。 意识需要去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真正认识,并从根源上去消除或得解脱的障碍。 这往往涉及到对心和心念的深入觉察能力,在感官还没有获得足够能量控制的时候,觉察的能力无法升起或者维持不久。 而当心变成一种精微的能量形式,它有能力让头脑保持绝对的空,如此它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洞察。 有一些对昆达里尼的误解和误判,比如认为解脱完全是一时认知上的事,而不需要昆达里尼的帮助。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,那一个人只要学习好理论之时就可以了。 或者认为心灵改变才是正途,能量不太重要。 道理上是可以成立的,但要心灵改变何其困难,当它还陷在自身惯性当中,没有足够力量面对生活各种考验的时候。 还有的过于依赖昆达里尼,而忽视心灵和意识上的提升,这也不会带来根本改变。 心、意识、能量是相互作用的,在心灵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,唤醒昆达里尼只会增加内在的混乱。 另外的一些误判是,把身体上的暂时契机变化当作昆达里尼来认同,或者对其有幻想,希望通过昆达里尼获得神秘能力。 这种心态就像在长跑当中突然被路边的美丽风景迷住一样,最终只会得不偿失。 在唤醒昆达里尼之前,一个人也会经历不断地自我清理。 每清理一些就业就会带来一个阶段的平静状态。 但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,这种平静就好比在海洋表面上漂流的小船,暂时享受住一点讽和日历的惬意。 这种平静无法抵挡海洋的波涛和狂风暴雨,唯有潜入海洋深处才有可能获得安全的保障。 那就是立足于更深的内在连接当中,调整到新的精微形式并专注在能量层面。 这样表面的风浪不足以给人留下太大影响和创伤,以致无法在灵性道路上继续前进。 虽然不用刻意追求昆达里尼,但在生活保持警觉和平衡的心态,有规律地训练自己,还是必要的。 生活上不能有损害身心健康的不良嗜好,避免复杂人际关系带给自己的干扰。 正确的金钱观和感情观,生活中出现的诱惑和陷阱都是一个机会,通过了就是成长,不通过就会反复经历。 有了自律和规范,才能有效地帮助唤醒昆达里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